上周复活节才刚过去 这个日子对基督徒来说别有意义 全台湾的教会举办了各种丰富的活动来庆祝 像屏东和平讲的教会 就让大家实际体验最后的晚餐来纪念耶稣 复活节当天还有朝阳礼拜 大家六点半就起床 迎接阳光的同时也欢庆耶稣的复活 3月29号到4月4号为受难周 屏东和平长老教会 特别在4月2号晚间举办了 耶稣最后的晚餐 情境体验式圣餐特别聚会 透过戏剧带领大家回到耶稣受难当周的情景 并借由体验式圣餐 让已受洗和未受洗的会友们 都能一同领受圣餐 在当中思想与纪念耶稣的流血舍命 和平教会主任牧师 葛教信牧师也在会中鼓励会友们 效仿耶稣的死 为耶稣全然献上自己的生命 而4月5号正式复活节 和平教会在屏东中山公园 举行了朝阳礼拜一同庆祝耶稣复活 在礼拜结束后 更透过一系列的闯关活动 让大家了解耶稣复活当日的情形 并在公园里头向人们发放同音单章 宣扬耶稣复活的好消息 为主做见证 而最后一关则是大家一同享用早餐 享受与主与弟兄姐妹的美好团契 复活节不只是一个节日 它更代表着耶稣从祠里复活 败坏了长死权的魔鬼 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无限的盼望 记者陈沐熙 陈冠宁 评论报道